那接下來的話 就到我們實地野爛 實地野爛 實地野爛 那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目標有什麼 圈仔 等一下就跟著我們一起 踏大青 玩玩水 釣魚去 哪一棒 哪一棒 OK 我還要講個 LET GO 嗨 大家好 我是HR設施員吳玉婷 也叫我阿貓 我是2019年TLL 就台灣鹿仔精英賽的總冠軍 也是Mega80代言人 大家好 嗨 老師這樣 你信何誠耶 真是熊丘丘有力 那今天的話 老師這樣也是 算是專攻釣捲載嗎 是 以今天狀況來說 我們主要是溪流捲載的一個教育訓練 那我們主要場地也是溪流 但也是叫捲的部分 那我們去釣魚囉 OK GO OK啦 腰啦 沒事沒事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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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劍 嗚 嗚 別人的痛苦建築在我的快樂之上 哈哈哈哈 嗚 別人的痛苦建築在我的快樂之上 飛鷹要進去哪 他還在走 他還沒找到他的 比較附近的地方他還在 還要往前走啊 那是跟出來的攝影師真的是很危險的職業 很大的一個床 我也是啊 嚇死了 就回來了 用力拉 回來拉 線而已啊 哇 兩個都同時進場維修了 我走回去了 這裡因為現在水流很多 然後因為他浮流在中間很深 所以現在捲他有時候吸進他會靠邊 沒有他就是在中間往下貼 所以你要利用你的耳的動作 還有聲音把它吸引起來 現在難掉的地方在於說他吃耳的時間不一定 那好玩是在說雞流裡面你要給他拼那個活動 好容易耶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 老師會帶我們去另外一個點 剛才那條河再下游一點 聽說那邊有很多的減載 對啊 希望能釣到了 還沒有入手 反正沒看到我釣到了 老師也會釣到 真的 景色不錯耶 你自己看 你往前拍這個景 真的 這邊其實是一個很適合假日啊 帶什麼老婆小孩來放鬆的地方 這邊有些 這條河邊最深的一個位置 那裡面最大 就是很難釣 很難釣 那如果就不難丟 跟頭啊 就從這邊上去 就可以了 我這個流浴不知道怎麼感覺很棒 流浴很棒 你知道我看到老師丟那個甩耳 就像那個打雨球的 你知道那個真正強的打雨球 是可以讓球都剛好 是可以讓球都剛好 喔 喔 喔 看到了 看到了 來吧 喔 好大隻喔 喔 一台捲帶吧 來 啊 10幾而已 還沒50 哇 我讓他緩了一下氣氛 可是他是不會開的 因為捲仔本身他的嘴巴很厚 所以不用怕他會脫鉤 欸 可是大概好像 沒有很 可是是不是不能先放他回去 怪他會高度崩拜啊 對 因為捲仔他是群居的 他是一群的 回去他會整群都帶走 所以我們都會習慣形容網子 把它裝起來 所以他就是水底的霸王就是這樣 他在這種很急的溪流裡面 嗯 他還是可以逆流而上 所以他在裡面是領間的嗎 就是 以目前來說是啊 以目前來說 台灣的溪流裡面 他算是領間的獵食者 來 拍一下 然後再拍拍龍哥這樣子 來 帥 OK 來 要放魚囉 嗯 他是沒有牙齒嗎 他沒有牙齒 喔 那我鍋子也沒倒鉤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嘴巴長這個樣子 他是沒有牙齒的 哇 他沒有牙齒的 他是長這麼大 直接把你吞進去就是 對 但是他嘴巴很硬 由於上面這一塊 非常的硬 這裡善餌很硬 然後這個下巴也是很硬 所以他咬其實有咬合度 會咬人 但是不會痛 因為他沒有牙齒 對 但是一般我們抓都習慣 像這樣子把它抓著 然後不要把它橫著 橫著的話 他有時候那個骨頭什麼會受傷 所以我們都會這樣子去把它補起來 嗯 然後這裡手在把它抓著 那我們手記得要禁絲 好那我們就準備飯回家囉 OK 哇很漂亮 很漂亮的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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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走喔 不想走喔 覺得這裡比較好玩 那就待在這邊不走 喔有了 蛤 蛤 蛤 快點 有一隻捲仔在下面了 準備 他才不會再咬你 用一種拋 讓你的耳部可能大一點 大一點 所以它會吸引它的注意 它是一種 要靠身形在運的 一種 老師我看有些人都勾這一個 有些人勾這一個 他有勾哪一個 我會寫一下喔 我都是勾導環 為什麼 整個竿子上面最硬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的導環 所以我都會勾在這個 導環裡面 這老師剛剛這樣講的話 你知道整隻竿子最硬在哪裡嗎 在哪裡 在我這裡 那今天的話一樣謝謝老師 OK 我客氣 下次可以繼續挑戰 真的喔 這有影片裏到嗎 有啊我有youtube啊 搜尋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裡面都是做教學的比較多 對那你可以搜尋西谷獵人 就可以搜尋到我的連結 好 所以現在等於知道知道嗎 西谷獵人 可以吳立體的意思嗎 所以西谷獵人本人嗎 對 OK 下次 帶你們台灣大甲西 大甲西耶 太好啦 我們來試試看 好 OK 謝謝老師 OK 那如果還想看更多 我們跟老師的做結合的話 我們一定在陸續走走 請期待 不能說他老師了 叫他Mojo 喔 不是 西谷獵人 西谷獵人本人 OK OK 那就這樣子囉 OK 拜拜 OK 拜拜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和我們一起 釣個綠爸 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們的話 請記得記信到我們新鄉